大家夥看看哪 这是我正在装修的房子114平米 墙皮破了 直接露出了钢筋 钢筋还生锈了 伸手摸一下 这个墙直接变成粉末往下掉 你们看看 这就是楼房的质量啊 大家好 这是雄安新区荣东安置房 丰华厅8号楼一单元的房子 由于卫生间返水 我把地板拆开了想维修一下 一拆 发现这墙和门都泡坏了 下面的墙皮都泡坏了 你看 稍微使劲一砸 就有大块的墙往下掉 都被泡坏了 这墙像土一样往下掉渣 还有这地面 这就是豆腐渣工程 一凿就一块一块的 你看 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这还能用吗 这都是泡沫灰 视频中 是成都岳祥花蹄小区 可能由于建筑质量或其他问题 这栋大楼的门廊出现了倒塌的状况 由于中共官方的掩盖 这起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不得而知 这些视频是中国安置房的居住者和装修安置房的工人在视频平台发布的真实记录 从破损的墙壁 生旧的钢筋和吊扎的主墙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安置房的质量实在令人堪忧 从90年代开始 中国开始出现大批的安置房 在中国 安置房是政府在进行城市道路建设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时 对被拆迁住户进行安置时所建的房屋 安置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和被拆迁户 也包括被拆迁房屋的农户 简单来讲 就是政府需要建设所以征用房屋和土地 被征用的百姓们没有房屋居住 政府有义务给这些拆迁户提供质量合理并且等价的房屋 但从网络上被安置居民的反应来看 政府提供的安置房质量并不尽如人意 一抹就成坟墨的墙体 裸露在地面的管道 凹凸不平的楼房地线动不动就变成水帘洞的天花板 让居民们一次又一次陷入居入难题之中 有网友爆料 浙江富阳安置房发生了墙体开裂 因为垃圾回天导致整个楼的主体下沉 墙体内部水管爆裂是主体积水 目前 楼房已经无法居住 很多居民都无奈离开 但小区门口的电子板上依然写着欢迎业主回家 十分讽刺 居住湖南浮平安置房的居民也爆料称 他们居住的安置房存在大面积的质量安全问题 小区一共12栋楼房 每一栋都有质量问题 让他们住着害怕 一位住户说 你看看 这个门里面都是纸 这个门是被风吹倒的 一位女住户回答 对 是被风吹倒的 风吹过来了就倒了 鉴定报告你们看到了吗 女住户回答 没有发下来呀 没有看到呀 就说是没有鉴定报告的 因为影响恶劣 该事件登上了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报道中 多名入住湖南楼底市新华县扶贫房的村民表示 自2019年搬入房子之后 就不停地发现质量问题 包括墙体开裂 室内天花板和地板出现大脚不一的裂缝 房梁钢筋缺失 厕所 厨房甚至是卧室都有蜃漏 公共资料显示 孟公镇富家村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是湖南楼底新华县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 在众多安置点中 楼底新华县安置点周边配套较好 距离镇政府不到一公里 很多搬迁户都是带着希望而来 却没想到 安置房的质量却住着让人闹心 受访的住户之一 王女士表示 她卧室和客厅地板都曾加过粮 她说 如果不加的话 用脚剁一下 整个房屋都会晃起来 其他住户也表示 人在屋内行走的时候 会感到整个地板都在晃动 质量合格的房子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另外 也有陆媒报道 该安置房工程的12栋楼房 一共安置了孟公镇各村189户的808名村民 该工程于2018年12月进攻 居民们入住于2019年5月 但安置房建成还不到5年的时间就频繁出现问题 这个质量水准的确蹊跷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 负责施工的单位是湖南建工集团 这是一家政府100%进行控股的国有的独资企业 也就是说 工程中并没有私人企业参与其中 一整套的建设都是由政府和国企负责和承担 对于安置点目前的状况 一位负责维修加固的施工人员称 这个小区的12栋楼都需要加固 而目前只做了两户样板房 剩下的房屋质量状况不明 已有多名居民因为害怕楼房会垮塌而搬走 其实 不论是拆迁安置房 还是扶贫安置房 本质上都是政府的民生建设 对于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 中共为了鼓吹自己的政绩 完成所谓的脱贫攻坚战 不断地建造安置房 将贫困户从农村接出来 送进高楼大厦中 来显示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但楼房的质量却将这场脱贫大戏的真面目展现了出来 也证实了外界对中共的脱贫标准和国际有较大差距的猜测 一座座摇晃的大楼成为了虚伪的政治秀 出现质量问题的还有位于雄安新区的安置房 说到雄安新区 大家其实并不陌生 之前节目中有提到过 他是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青年大忌 曾为他投入6641亿元的经费 在昔日的玉米地上面 建造了火车站 办公楼 住宅小区 五星级酒店 学校和医院 当局是想要将雄安新区发展成为经济发展城 并变成当局政治生涯的代表性工程 但最后 因为入住率太低 被嘲讽为中国第一大鬼城 如今 由于质量太差 又被冠上了豆腐渣工程的名号 大家好呀 今天给大家看看雄安新区的 容东安置区 丰华亭的房子的质量 墙皮一层层的往下脱落呢 之前 我们住的房子不这样 那儿只是墙皮脱落了 你再看看这边 这边的墙皮一块一块的往下掉 一抠就能下来 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料 物业维修的也不管 任由它一块一块往下掉 这是雄安新区 容东安置区丰华厅 政府把房子建得乱七八糟 停工了好几个月 到现在也没给修好 我想让总包的工人给我修 他说不能拆 越拆问题越多 本来我不相信 但现在感觉是真的 这壁纸撕下去之后 墙壁上有个窟窿 要不老说隔音不好 这种质量的墙 隔音怎么好呀 声音直接传到隔壁去了 中共曾吹捧雄安新区有庞大的交通网络 有京熊高速 容污高速 还有全亚洲最大的雄安高铁站 有世界顶级的教育资源 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十几家优质学校 还有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在内的十几家顶级医疗资源 央企总部也要搬过来几十个 提供大量工作机会 甚至还在布局科技化城市 但这些高大上的目标还没实现 熊安安置房的居住环境就开始出现了问题 已经入住的网友透露 很多入住的居民居然在房子里和小区里养鸡 还有利用小区里面的绿化带种菜的 中共当局用豆腐渣工程糊弄出了中国脱贫胜利 但国民素质却依旧停留在原地 让都市不像都市 农村不像农村 这些楼房里的城中村 未来的生活环境恐怕更加恶劣 位于石家庄的东京北村安置房小区 也被网友披露 在建筑质量上出现问题 视频中 我们能看到 从最右侧的裸露的塑料水管 破损到露出内心的墙壁 到左侧多处墙根出现空洞 建筑地面不平整 每一处都是在挑战建筑安全的大忌 但这种质量的房屋依然被拿来分配给拆迁户居住 其他地区也有不少安置房被爆出质量问题 视频中 房屋的天花板在敲击下变成粉末不断地下落 质量令人震惊 忍不住 想向中国政府的官员们问一句 如果这是你家的楼房 你敢住吗 面对住着有生命危险的房子 居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搬出去 湖南楼底安置房的一位居民刘先生说 他目前已经选择回老家投亲靠友了 他说 我搬出来已经十几天了 那个里面住不了 这个楼房在两三年之前就已经加过一次粮了 加过的粮也断了 人在上面走路 面板都已经开始松动了 到处漏水 房梁断开之后 发现里面竟然没有钢筋 我就不住了 很危险 也有大部分住户表示准备搬走 不会继续居住了 终于 一栋栋安置房开始慢慢地变成鬼楼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兰表示 这其实跟雄安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一样 是人们正在用脚投票 他说 这种抵制是基于现实利益 如果你不能让他们的利益与你的利益一致 那么 你当然无法实现它 其实 对于安置房的居民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些房屋的质量这么差 以及 怎样才能住进正常的楼房里 中国大陆业内权威人士认为 从根本上看 安置房是政府民生工程 在建设的利润方面受到严格的控制 加上低价中标机制不断推高 建筑商往往会采取在材料选择和施工工艺等方面 进行偷工减料的手段来增加利润 这导致普遍的安置房在质量上都不如商业房 再加上 政府在规划和设计方面 没有充分考虑居住者的需求和舒适度 在面积 布局 配套设施等方面存在不足 无法满足居民舒适居住的需求 总结来说 就是你没有花钱就别想住上好房子 但也有舆论认为 安置房建设的利润之所以被压到那么低 其实跟其他政府工程建设一样 存在中国式行贿问题 许多官员将安置房视为唐僧肉 想从中牟利 想要推进工程项目的建设 就需要在工程建设之前和之后的一系列环节 需要对政府官员行贿 巨大的行贿资金 让本来就微薄的利润变得更少 只能从建设用料和人工费用等方面缩减支出 才导致了无法居住的安置房的出现 北京中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华认为 由于政府相关部门预防性监管不足 在鉴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 相关条款约定不明 导致开发商违法成成本 更容易肆无忌惮地建设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安置房 如果政府因贪污参与了低质量安置房建设之中 自然不会进行预防监管 那么想要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和保障居民的利益 可能是难上加难 另外 由于房地产的供应过剩 中国政府正在想办法利用被拆迁户来消化房地产库存 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1月4日 广州已审议通过房票安置实质方案 并于1月5日率先在立湾区石威堂旧城 改造项目中进行房票安置试点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向陆媒介绍 首选立湾区是因为近年来出让的土地规模比较大 2023年的土地供应广州排名第二 新房供应量较大 库存量高 推行房票有利于盘活该区的房地产 台湾名嘴兼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在这种事件中最倒霉的其实就是被拆迁户 因为他们在中共体制下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认为被拆迁户居住的房屋除了政府的民生工程之外 大多是房地产卖不出去的房子 这些房子可能是位置不好 条件不好 甚至有可能是质量不好 但你就要被迫去承接这些房子 帮助地产商消化这些卖不出去的房子 原本就是政府拆了我的房子 想要开发我的土地 本就应该还给我质量 价值等价的房屋 却被用来消化劣质房屋库存 中国百姓的生活权利让人忧虑 大陆有网友批评说 帮助开发商消化房子 有利政府 有利开发商 但没有一条是有利于这些老百姓的 他们腾出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离开了几十年生活的环境 还要去另外的地方帮开发商解决房子的库存 对政府和党来说真是一举多得呀 但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 中国政府该取动其实无法解决工大渔区的问题 他以城中村改造为例分析 政府将城中村的房子推平了必须重建 因为如果不建 政府的钱就收不回来 政府可以花钱去解决这件事 如将这些推平了的地变成公园 绿化带 但他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目前政府本身也没有钱 李恒青说 现在由于房地产彻底黄掉了 政府从土地上拿不到钱了 因此中共政府准备拿几万亿出来做城中村改造 帮房地产消化库存 然后用这种方式解决拆迁和后续的问题 但其实就没法解决 因为拆迁的土地需要盖更多的房子才能收回成本 绕来绕去其实是供需关系的问题 李恒青认为 现在政府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 中国的房子数量在不断增长 但是人口在逐渐减少 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让房价下降和提高住房质量 这样才能提高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 从而改善房地产的供需关系 所以我们在平坡里运旧的房子 我们在日本的房子里的房子 他们在平坡里面 我们在平坡里面 是一个并直接在平坡里面 谢谢大家